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治疗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 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知道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您来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透过公众的集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更独立 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谈一个在台湾发生 事实上在中国发生一个引起 全球跟台湾的朋友 也有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有一个议题就是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副查 那他有名字就是李延克 那他在3月的时候回到中国之后 无故被消失 但后来国台办也出来证明是他已经被拘捕了 那在这个拘捕的这个议题 当然引起了台湾的民众以及全球的媒体的一些反应 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议论 那这当然不是第一次有人在中国被拘捕 特别是这个 李延克事实上是一个出版社的这个总编辑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就要来跟大家邀请到 其实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这个李明泽曾经也被中国给拘捕过 现在是这个文山社区大学专案经理人 来跟我们谈这样的一个议题 明泽你好 管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 你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心里面应该特别有感触吧 很震惊 当然很震惊 怎么说很震惊呢 就是说过去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中国会用他的经济利益 包括这个中文书籍的版权授权 跟台湾的书籍是否能进入中国 来做这个利益诱惑 来等于是希望这个台湾的出版业者 不要尽量不要出版一些 对中国不利的书籍 但是抓捕复查 这是一个中国正式公开赤裸裸的 用威胁的方式 来威胁台湾的出版业者 那这当时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惊 因为过去香港的例子 在台湾又再度出现 这个铜锣湾书店的例子 在台湾竟然再度出现 那当然觉得震惊 OK这部分我们会再更详细的 来跟大家做一些讨论 待会明哲会跟我们做更多的分析 那当然 我不少的这个明哲认识复查 或者是看过八旗文化的一些出版 这个出版社有什么样的特色 那中国为什么要特别针对复查 针对这个八旗文化 来做这样的一种 一种这个拘捕的动作 因为其实台湾很多的出版社啊 台湾很多的这种出版人啊 那为什么是发生在八旗文化发生在复查的身上 当复查我们有几面之源 那八旗出版社也是我常看的买的书籍 他的书籍有一个 我想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 他不只出版针对中国这个独裁统治 社会维稳的一些分析 跟中国针对世界这个全世界媒体的这个渗透 他还会出版很多 就是瓦解所谓的大中华史观 的一些书籍 比如说这个内亚史观或者海洋史观 或者是说这个日本的史观 我觉得这个是他这个出版社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他非常强调我们希望我们能用这个 他者的角度来更来理解整个中国的 包括他的民族主义的形成 跟对这个台湾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他这个出版社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身份一个特色 或许我觉得跟复查总编辑 他认为他自己是满洲人 的一个一个身份认同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也是说过去不管是在中国也好 在台湾也好 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中国的这个历史的发展 会是以一个汉族为主 或是以汉族为中心的这种思考的方式 可是八旗文化的出版品 事实上会有我们不同的角度 从不同的面向来看待这个中国 或是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是是是是这是没有错 而且他不但是就是说过去与整个 整个大中国的史观 当时用汉族史观 而且最重要是台湾变成了这个 中国的边陲 呀呀台湾变成了中国的边陲 就是台湾所有的历史 都变成要跟中国有关系 嗯那其实都忽略了台湾在过去 明帝国的时候 他其实是东亚海运的这个贸易的中心 是日本人荷兰人 郑家王朝争夺的这个 争相争夺的一块肥美之地 嗯所以这个这个当时 其实是瓦解整个大瓦解整个中国 大中国的史观重新定义台湾在世界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我们的 本土价值的建立是有帮助的 嗯 这的确是很重要 这个都特别是你刚刚谈到在在明朝的时候 它事实上是一个海域的概念 那都不谈我们这个近代 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在曾经占领过台湾 不管是荷兰也好或是日本也好 或者是早期的这个南岛民族 早就已经到台湾来 所以这个发展出来的一个历史的系统跟发展出来一种文化的论述 应该是要跟中国的这个本地的这个发展是有很大的差别哦 不过因为整个台湾过去一直被包括现在也是啦 现在教育体系虽然也讲到本土化 可是还是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框架哦 那这个是我觉得这是这个出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的价值 不管是他谈的东西你同不同意 或者是你觉得可能不对 但是至少他给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 是一个多面向的去认识他 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过去我们在史观上面的某种的限制 那回到这个复查这个案子的这样的一个本身 我们知道在台湾 他事实上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个消息 不过在台湾开始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其实也是我的老朋友 就是贝林啊 这个中国的流氓私人贝林 他在脸书上面发表这个这样发布的这个讯息 那他发布的这个讯息的时候就有人说 其实我们也都早就知道 然后这个家属这个希望低调来处理 那你这样发布之后不会让他的状况更糟吗 所以当下没多久这个贝林就把这个文章给撤下来 不过已经传播出去了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家属需要这个低调救援 这跟当时李静宇高调救援 他基本上来讲方法是很不一样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家属的意见 然后这个所谓的救援 到底应该怎么救援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呢 就是说其实救援没有一成不变的方式 我们要先理解一个问题 首先你要对复查的身份做一个理解 复查的家人不止台湾的家人 他的母亲在中国他的妹妹在中国 所以当然他在台湾妻子所承受的压力 这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所以当然在事件没有曝光前 他的家属当然可以有私下救援的管道 我觉得这是很多朋友 甚至包括我自己 其实之前就知道了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都不愿意把它做一个曝光 就是希望给家属一个足够的空间去做救援的工作 但是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不去评论背领公开是对还是错 就这个事情已经公开了 公开以后他就不再是复查个人的问题了 他就变成整个台湾 我们社会必须面对说复查可能因为 在台湾出版书籍而被中国逮捕的问题 这个是我认为已经变成对台湾出版业界的 一个言论自由的打压 所以当然我不否认在事情完全没有公开 前他家属应该有 我们应该给家属完全自由的空间 自主的空间去做救援工作 但是现在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事情已经公开了 那公开以后台湾社会当然应该有一个 一个表达意见 就是说表达我们对中国这种做法 不同意的一个方法 跟这个反应 那我觉得现在面临的是这个问题 那当然以我个人的来看 当然以进于过去采取公开救援的方式 当然他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好处 我过去也谈过说让我在监狱的整个待遇 并能够跟一般的中国政治犯有所不同 让我可以保有自由心志的回来台湾 让我的名誉不至于被污蔑 那我觉得以现在来讲 就是说我们必须采取一个公开救援的方式 当然救援的不是复查个人 是对于中国打压台湾出版言论自由的一个反抗的声音 必须要出来 从一个公共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你的说法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既来即公开了 但是那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个议题是可以发酵 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问题背后一个更可怕的 或是一个极权政府怎么去打压台湾的这个出版跟言论自由 不过如果回到救援的这个面向来看 从你的自己的经验 然后说从你自己的这些观察跟认识当中 这种所谓的高调跟高调救援跟低调救援 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也不是只有你 也不是只有复查 其实还有其他的人其实也莫名其貌在中国被消失 失踪 那后来也被证明是被拘捕 可是他们家人还是会觉得说 我用这样的方法 对我的这个被拘捕的家人是比较有利 是比较有帮助的 是那其实你从我们同学实力来看到 就是说你家属用低调的方式 不一定会给当事人更好的结果 比方说以我跟李孟居的区别 李孟居的家人一直是没有公开的对外发声 但是我跟李孟居都有这个 被中国赤头公权两年 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被 在出以后没有因此被滞留在中国 但是李孟居却因此没有办法返回台湾 要等到这个赤头公权两年 行满才能回来台湾 那杨志愿的家人也没有 在他被抓以后也没有任何的发生 但是杨志愿同样被正式的逮捕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你用低调的方式并没有给家 不一定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好的结果 因为中国在处理这种案件的态度随时在变动 那我觉得以我自己的例子来看 就是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要 在不同的状况用不同的态度去面对 这种像复查类似的案子 我们不可能用一成不变 说一定要高调或者一定要低调 甚至说你政府要救援 你当政府如果跟中国有对话的 或者是管道 你当然可以用私下的方法 但是台湾民间社会要跟国际述说台湾面对中国这种打压 台湾人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要对国际表态 对社会表态 我们台湾对这种意识情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角色 可以做用不同的方法去展现 就是说对复查这件事的救援 李孟居是访疗乡的乡镇顾问 然后也是在2019年的时候 从香港进入深圳之后就消失 杨志愿事实上前两天 中国的政府也说 因为他是台湾民主党的副主席 所以他也证实他在被捕 然后也被拘禁起来 所以可以看到这几个案子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低调的 但是其实从明哲的经验来讲 他不见得是对于当事人 是能够真的有帮助 甚至可能说不定 如果李孟居的例子来讲 可能还在那边被赤夺公权等等 还是没有办法回来 但是你已经回到台湾 所以到底怎么样救援方法 恐怕政府或是民间社会 以你的角度应该是不同的做法 所以当然可能要看不同的个案 再去做一些评估跟思考 那你事实上在这个事情发生没多久 你是在脸书上面就提到的 就特别是你刚刚也在我们节目 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到说 复查被抓捕是中国政府 把这个打压出版言论自由的手 直接伸进台湾的出版业 那这是复查事件 最该被讨论的问题 那你这可能是一个个案 或是一个个人 可是你会把它 拉到一个整个出版业 所谓出版自由 言论自由的被打压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去认为 这样的事情是这个高度的问题呢 你中国的政府他对任何一件 对台湾的任何一个个人的举动 都不会单纯是一个个人的举动 他都有他背后的意涵 跟他会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你就像杨志愿被抓 他是一个什么意义 就说杨志愿并没有任何批评中国的言论跟行为 好你说我认为我被抓是中国打压言论自由 但是我毕竟有在网路上批评中国政府 也跟一些中国批评共产党统治的人 有所联系跟救助中国的这个政治犯的家属 但是杨志愿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是他台湾做一件合法的事情 他只是在台湾参加一个政治组织 如果这样的行为可以被中国来抓捕的话 那表示中国在法律上正式的并吞台湾 你在台湾做的任何事情 他可以合于台湾法律 也不为他都可以来抓捕 那当然有他的意涵 所以同样你来回来看复查这个事情 当然不是抓复查个人而已 今天如果复查是因为道德性的罪名 他是因为偷窃抢劫 那当然是抓捕他个人 但是复查今天做的事情 是一个代表台湾言论自由出版 是有的公共利益的事情 他因为这个理由被抓 那当然不是他个人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台湾社会应该有所反应 而台湾社会或者是政府的反应 我认为不应该以家属的态度 为唯一的依规 因为我们应该给家属更多的空间 而我们把所有的作为跟不作为 都推给家属的时候 其实你是把家属放在一个 被火上烤你等于把家属放在火架上去烤 去给他更多的压力 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就针对复查这个事情 我们台湾社会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反应 针对中国你打压台湾出版自由 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反应 那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跟家属的做所谓的区隔 那我相信也会给家属更多的空间 OK好 那待会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等一下再继续的请教这个名字 就是虽然你看刚刚的一个说法是说 这个杨志愿他也没有做什么 他只是在台湾参与的 台湾本地的一个政治组织 然后到了中国就被拘捕 那这当然会变成是一种寒残效应 可是实际上面 就是如果我们以这个出版的角度来看的话 香港跟台湾 香港可能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OK那中国因素可能只是台湾的众多因素之一 很多人会有这种不同的说法 所以再加上所谓的中国的治权 并没有进入到台湾 那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 我们有什么好担心 这个是一个手进来 他手真的真的进来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跟明哲讨论相关的意义 谢谢 欢迎回到参赖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总想今天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李明哲 明哲你好 王老师好 各位观众 为什么要跟明哲再来继续聊聊天来讨论 是因为在我们在上段节目当中有提到这个 这个八情文化的总编辑褐查 他回到中国之后呢 他其实他就被拘捕了 那这当然就引起了很多国际社会跟台湾的讨论 明哲特别有谈到说 他在脸书跟这些相关的文章里面也提到说 这个是对中国的出版业 中国政府对于所谓的台湾出版业的手 就直接伸出了一个手 进入到台湾 要来去控制台湾的这个部分 我们在上一段的结尾也提到这个话题 不过回到一个政治的现实来看 就是说 虽然我们知道他可能会产生某种的寒蝉效应 好了 可能就是我以后 这个我如果要去中国 我就不要去 我就可能就禁声 或者说我什么时候被抓到 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会害怕 那可是在实际上面 台湾跟香港的状况是有差别 因为香港就是在属于中国内部的一部分 可是台湾呢 事实上跟中国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而且其实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统治权力 他的治权并没有到台湾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真的有办法去干预到台湾的言论 跟出版自由吗 那中国政府如果可以的话 他还会用什么样的手段 来去干预台湾的言论跟出版自由呢 那比方说一个很直接的例子 当然台湾跟香港的例子完全不一样 香港是这个中国的领土 那中国可以更直接的干涉 但是你可以从 比方说前几年有泰国的独立 泰国的出版商 中国商人要希望并购 完全买下这个泰国的出版商 那希望为什么 因为这个泰国的出版商出版了很多 这个中国针对中国维权人士的这个书籍 那所以其实你看可以看到说中国对于 他不只对于台湾 对于全世界 你任何可以出版对中国不利的书籍的地方 他都试图去用经济利益去做影响 所以当然你回来看台湾 那台湾跟这个中国又同样属于这个中文的世界 中文的出版世界 那过去我们已经知道很多的这个书籍的 中国的很多出版社会同时买下很多外文书籍的中文 反映中文版跟简体中文版 那台湾如果要出版相关的这个同样的书籍 他必须要跟这个中国大陆的 的出版商去商谈整个版权授权的问题 那这个这个都是他当成中国的出版社会要求台湾用 呃他们的方式来做出版 如果内容的 的增添 那包括很多台湾的出版社希望台湾的出版的书籍 能够进入中国 那所以当然中国绝对是有办法影响这个台湾出版业者 那过去这种事情是在台面下的 我们一般人其实不一定能够了解 但是你现在透过正式拘捕附产那是等于是类似一种公开 我还是认为一个公开恐 这变成一个公开恐吓的方式 就是说你未来不听我的话 我不但有可能私下打压你 你有我甚至有可能对你人身安全做出危险 那那当然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恐吓了 那当然对台湾出版业者必然会有所影响 而且未来台湾的出版业者 如果你想跟中国有任何的的关系 包括说你的书籍想进大陆 或者是你个人想 进出大陆 那你在出版书籍上面都会有所谨慎 比方说我曾经知道八旗想要出版一本书 是这个有关星星史的书 那这本星星史的书并没有解体中文版 那但是这个作者 因为他的因为希望取得史料的问题 他必须要经常进入进出中国 那这个作者他是美国籍的 他就为了说避免中国的这个打压 因为中国当时对于星星史的批判是非常严厉的 所以他就 我知道八旗已经跟这个作者签下了版权 也翻译好了 但是后来这个作者就已读不回 完全不回这个八旗任何的讯息 那其实你从这个例子就看得出来就说 这个中国对台湾出版业的打压是存在 一直存在 这的确如此哦 以前你刚刚说以前是一个比较台面下 可是他现在已经公开宣示公开的警告 你说你这样子写的话 那你你不要被我遇到 你就可能被抓走等等之类的 那可是事实上 其实你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 在台湾的文化圈里面 或是出版业 其实经常会看已经有了 比如说我觉得演艺圈事实上是最明显的 就演艺圈你考虑到一个中国的市场 你可能必须要某种程度 你可能是要去顺从 或者是你会觉得是委屈求全 那但是不管如果他那个市场 可能就是你自己 跟你自己的生计 跟你自己能够发财是有一些关系的 那我也知道在台湾有一些出版品 在台湾印的内容 跟在中国印的内容 事实上是有差别的 那这个其实都已经在发生 可是回到一个现实上面 就是那难道我们不要去管中国的市场吗 难道我们就是在台湾里面去做这些出版 我想很多的艺人就是说 没有办法 如果以这个演艺圈来讲说 台湾的市场这么糟 那能够表演的空间有限 能够发挥的空间有限 那我就只好到中国去嘛 那中国市场很大 那你去那个地方 就要按照他的规则 按照他的规矩 这有什么不对呢 好像面临到现实当中 他就都会这个发生 好像也可以理解 虽然未必是必然 未必要同意 可是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状况吧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复查 今天是很希望他的书籍 就是说非常希望他的书籍进入中国 那他当然会在出版的 这个思考上面有些改变 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并没有 他开始连续的坚持 他过去的这个出版的这个行为 那他的书籍是完全在 在台湾这样内部的 这个台湾的销售 所以当然我觉得 对愿意坚持的人 我们必须要给予更多的声援 那你当演艺人员 你为了你的工作 你必须要去中国 这个我们 我们当然台湾的社会会有一些批评 但是其实也我们也很难多说什么 但是对于复查 这样坚持他的这个出版风格的人 那当然我们必须去从捍卫台湾出版自由的角度去深渊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的点 就是说好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 去因为演艺或者是为他生意去中国 然后可能他必须要去卑躬七驱 或者是他委屈 或者是他甚至是改变他自己的认同跟价值 那好像是他自己的选择 那我们大概就只能够 就是撩脸啊 或者是你可能尊重啊 或者是干嘛干嘛 你可能会有一些 不管是酸言与酸言或是祝福药都可以 但是复查不同 复查其实我并没有去跟你卑躬七驯 我并没有去改变我的立场 所以你会认为复查这个案子 是我们更需要去深渊的 因为即使这些要所谓的坚持他的立场的人 他最后还是会面临到这么严重的打击 是 这个没有说是 所以我当然认为要更深远这个案子 你在一篇文章里面也提到说 复查总编辑只是个开端 过去是隐性的施压 现在是赤裸裸的抓人 然后面对这种步步逼近的危机 台湾的社会应该要展现出基本的 这种所谓的反抗态度 否则软土深掘 是独宅者最喜欢的这种方式 那这个方式 这个现象已经产生了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 会越来越严重吗 那台湾社会实际上面可以做什么 例如说我们从这个复查的事件里面 说实在我们刚刚讲说台湾很多的讨论 其实可能也是在小小的圈子里面在做这些讨论 好像也没有一个引起普遍的重视 那历史影片普遍的重视 他其实我们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力量去展现出 我们应该要去对这件事情的反抗的 在实质上面可以做什么 基本上面第一个我们当然不能默不作声 当然不能默不作声 不能把就说 去讲说复查为什么要去中国 用这种检讨被害人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事情 这是我们不应该的 那当然很多事情不是说 知道有没有用才去做 是做了才知道有没有用 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应该 当然我知道现在目前很多朋友在做串联 也希望有更公开的表达我们的声音 我觉得这当然是我们第一步应该做的 那当然未来在 而且现在也看到有一些人在 透过比方说国际的比会 一些国际的这个 国界记者组织在做出相关的声明 但我们现在首先的是要让 更多的台湾人认识到 这件事情所代表的意义 那这个是我们公开发生最需要的地方 这个是我认为 就是起码要展现我们台湾的态度 这是最基本的 最具体的救援工作 当然那必须要跟相关的朋友 甚至家属做一些讨论 去商讨后面的行为 但是目前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是让整个台湾社会 理解这件事情 不是拘捕复查个人 是对台湾出门业的打压 这个的意思的传达是非常重要 最起码要告诉国际 告诉中国说我们台湾不是 完全任由你宰割 我们台湾有自己的生意跟价值 也就是说实际上面能不能救援 这是一回事 那也许会也许不会 这个我们其实也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但是另外一部分就是 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认识这件事情 是一个个人的行为 还是就像你刚刚谈到 它是一个台湾的这种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的一种打压 这个打压会对台湾整个的 这种发展上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起码我们得要去认真的去思考跟讨论 甚至要对这件事情来做一些表达 当然这是谈到民间社会他可以做的一些回应 但是回到政府 海经会董事长李大为 其实也在这件事情也提到了 就是他曾经也前两天也做了一个说明 就是说刚刚谈到了杨志源 台湾民主党的副主席在中国大陆被捕 然后八旗文化总编辑失联 然后当然现在已经证实是被拘捕 所以他说这个他自己说政府一定要有作为 但是他说跳泰狗要两个人 不是单方面政府的积极努力 这句话听起来是没有错 可是感觉那如果你要跟跳泰狗不理你的话 那你该怎么办 所以这的确不是台湾 台湾政府单方面的事情 可是回到一个实际的状况 就是台湾的出版社的总编辑被抓走了 那台湾的政府除了讲这样的一个说 不是我们个人是我们要努力之外 说实在回到那个现实 他可以做什么 不是他应该要做什么 就是说当然政府的我们 就今天事情公开了 就是我还是在重申一下 就是说家属当然可以选择他 所以所能承受的方式 那当然我们也应该给家属自主的空间 但是台湾的社会的作为跟不作为 都不应该以家属的态度为借口 那否则我们只是把我们需要承担的责任 转交到家属身上的罢了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案子 他不只是复查个人 还有台湾的公民社会跟出版言论自由 这些价值都应该是我们每个人 都要去捍卫的 当然这个也包括政府 政府也更需要捍卫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 当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时候 我不愿意去评论说政府应该做什么 那我会先看看说我能做什么 我希望自己做什么 而且我也希望政府以他的角色 做捍卫台湾公民社会跟言论自由 这个价值的事情 OK 好那从你自己的经验 或是自己的观察 你觉得复查接下来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他在中国可能会遇到 什么样的一个审理的程序 或者遭到什么样的压制控制的这种手段 当然他的 就复查都被中国抓的那一刹那 我们就不要相信 他有自由意志了 就跟我被抓的时候 当然我也会被逼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就说 我的在中国所受的待遇的改善 那是跟我太太跟台湾很多NGO的在台湾的发生 跟在国际救援的这个事情有很大绝对的关系 所以我没有办法具体去预测复查在中国会遇到什么样的待遇 但是我觉得复查在中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待遇 待遇的好或者是不好 那我觉得取决于今天我们台湾社会 愿意为这个事情付出多少代价 我们愿意为这个事情伸源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的态度其实决定了复查在中国 面临这个司法审判的待遇 当然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人会说 复查本身是共产党员 身份特殊 那所以他可以在两岸来去自如 那也有人说这个复查是中国人 然后他中国的国籍 然后虽然他要取得台湾的身份证 那等于是他得要去那边办一些手续 他被抓了 那这也是中国内部的事情 关我什么事情 所以这样的说法都会对救援复查的行动 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种 这的确也是一种观点 你怎么去看 当然就像主持人讲的 就是说台湾的官方在4月 好像前几天 也用匿名的方式证实了 复查是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 要把他当作台湾人来救援 所以他当然很清楚 复查当然是台湾人 虽然他以他过去 他在这个上海的出版社担任总编辑 所以他如果在上海的出版社 能够担任总编辑 他当然是一个党员 所以我对于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员 这个事情我完全不会怀疑 但是你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说我们台湾可以把一个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甚至有这个职务的党员 能够吸引来台湾 而且让他能够在台湾出版一些 对台湾瓦解中国大中华主义思考 有利的书籍 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的骄傲啊 这是台湾的骄傲啊 那这个当然我你觉得 而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所以他是党员的问题 我认为一点都不影响我们对他的救援 因为他现在的身份是台湾 八旗出版社的总编辑 他是在台湾 出版所有他认为应该的出版的书籍 所以他的抓捕当然代表对台湾言论自由 跟出版自由的打压 跟他是否仍然保有中国国际 我认为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只有任何的关联性 对于当然有人对他的 过去多次进出 能够多次进出中国 就在台湾出版反共的书籍 能够多次进出中国有所疑惑 这个疑惑推断的结论是对或错 我没有办法做保证跟认证 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想讲的事情说 当我们对一件事情善恶的判断 我们把这个判断全部交给 独裁者的作为会不作为 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对事实真相的判断 就完全交给中国政府了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我们必须思考 复查到底在台湾做了什么 他在台湾做的事情 对台湾社会有没有帮助 而不是说 他把这个对复查的 这个判断完全交给中国政府的作为 不作为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这的确是很重要 他的确是有这些身份 他的确是有共产党的身份 他的确可以怎么怎么样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 他是在台湾的出版社 然后也出版了一些不同观点 一种多样 从个言论自由的角度的 来看待的一个多样的性的 这种所谓书籍 多样性的史观 然后更重要 他也是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救援其实是一个理所当然 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当然 因为这个救援的 我们不是在救援复查 这个个人而已 今天我一开始讲 如果今天复查是偷窃抢劫 被中国政府抓了 我相信大概台湾 几乎没有人会去做救援工作 因为这是他个人的 这个道德性的问题 今天复查不是个人道德 有什么问题被中国政府拘留 他是因为出在台湾出版 书籍被中国政府拘留 关押 那当然 不是打压复查个人 这打压是 是台湾的这个公民社会 跟出版自由 那台湾的公民社会 跟出版自由 包括政府 当然不能默示这个问题 当然不能让中国觉得说 或者让世界觉得说 我们台湾人完全不在乎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台湾人对世界 对中国表达出的态度 是我们完全不在乎 那中国会继续这样做 就寒蝉效应是必然会发生的 既然寒蝉伤害已经造成了 如果我们不做些事 事情去导正这些寒蝉的效应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就是告诉世界 跟告诉中国你来打我们吧 我们双手一起往后一板绑起来 任你鱼肉了 嗯 这是你刚刚在 你在文章门谈到时候 软头轻鼓了 就是你不在意嘛 反正你不在意 那我就只好再往前走一步了 那如果你愿意有一些表态 如果有一些反反对甚至有一些 这种在国际上面 让大家更多能关注这件事情的话 那那个那个邪恶的手 他他他应该也会停止 或是他可能思考说 是是是要停止了 嗯 是我可能可以 抱歉我可能可以多多说两句话 就是说 比方说你不光看复杂 你看杨志愿的案子很清楚 嗯 从抓我到后面抓李孟居 后面抓一连串的人 抓到杨志愿 你会发现中国抓人的 的态度是越来越蛮横 我过去还有批评中国政府 杨志愿是完全没有 而且你要注意到 就是说中国内部社会 在杨志愿被抓捕以后的一些 一些讨论 包括说在杨志愿刚被抓的时候 这个中国的有一些调授 就说在就在这个中国的这个 官媒里面发表很多文章 认为说中国要利用 双边或者多边的这个引渡协议 来抓捕 就是海外主张台湾独立的人士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不去中国 不去香港 不去澳门就没事了 但是你未来如果去西班牙 去泰国 因为这些国家都跟中国 先有双边引渡协议 中国要利用双边引渡协议 去抓捕台湾人 比方说我如果中国认为我是台独 我到马来西亚 我到泰国去旅游 中国可以请求泰国政府把我引渡到中国去受审 而且中国的最高法院也已经也已经出了解释 中国未来要采取这个缺席审判的态度 就是说他未来可能没有办法把 暂时没有办法把我抓到 抓到中国去受审 但他可以缺席审判 来审判我的罪行 然后终身就责 中国在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主权的侵略 这个是等于对台湾彻底主权的侵略 他完全把你台湾当做一次 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来看 他是一步一步这样做 当你台湾人对他的第一步你不在意的时候 他就一步一步加深 而且随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对全球的这个扩张 他当然对台湾会更加的打压 所以他会一步一步更严格 更有力道的打击 所以我们一定要展现出我们不一样的态度 不然你从杨志愿的例子之后 中国内部对于这种抓捕在台湾主张 台湾独立或者是反对中国的独裁 统治的的的的拘捕会越来越紧缩 那这个其实世界都很关心 不然你可以对应对应看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讨论中国在海外 有海外警察的事情 对中国长臂管辖的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更应该去好好讨论这些问题 因为台湾是第一线的受害者 嗯嗯 这第一步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荒谬 他其实是一个逐渐已经 其实已经是一个事实 或是逐渐要越来越严重的一个事实 所以就他希望他过去是政治上宣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可能在外交上打压台湾 但他现在要透过法院的行为 法律的行为去凸显他对台湾拥有主权 嗯 那这个当然台湾我们不能做事 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我们必须跟国际 跟宣告我们的态度 嗯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自己待在自己的家里面 待在台湾就没事 甚至你在想什么 一旦你离开了这个某种台湾的本地的法律保护 那他可能随时都会出事 那这当然就是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 你的思想其实都会变一种远端的控制 我觉得这是这件事情最恐怖的地方 对甚至你你你再看一点 你等我又多话一点 嗯嗯 你看到香港桂敏海的例子 你会恐慌啊 呀呀呀 桂敏海不是在不是在香港被抓是在泰国 对中国派秘密警察到泰国把人抓回来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台湾应该觉得很恐慌 就是说未来他有可能复制在这个这样的台湾人身上啊 嗯 就你台湾如果哪一个出版业者 你出版不立中国的书籍 你有可能到到某些国家里有 他派秘密警察把你抓走 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嗯 就这我们必须要警惕 这这个事情没有不是抓复杂一个人 抓杨志渊一个人这么简单而已他是一连串的行为 而且这个行为不只针对台湾他是针对世界 嗯 在各个国家都有海外警察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嗯嗯 对这这的确我们要真的要多多的讨论多多的关心要多多的行动 要不然其实真的就像你说的被软头积骨了 这其实到时候是自我设限 然后自己的自由 自己的思想的自由 甚至某种行动的自由都会受到限制 因为这不是复杂个人的问题 而是台湾每一个人都会有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明哲来跟我分享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给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管老师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